别做梦了 就你这样的水平去打泪 不是伤就是死 为什么 我不行吗 难道第八层的功法 还没资格伤泪吗 五小子 你知道去年夺魁的七十人 都是什么样的人吗 还有在泪台上死伤的 和你有同样水平的修仙者 又有多少 还望胡夫人辞教 那次生仙大会的夺泪战 我目睹了全过程 现在想起来 还是后怕不已 胡平姑似乎想起了 什么可怕的事情 脸色有些发白 而她的丈夫大胡子见此 连忙把手搭在 胡平姑的肩上 以示安慰 胡平姑回头 深情地忘了她丈夫一眼 脸色缓和了许多 我们夫妇二人 这次是不打算参加了一台赛了 只计划去看看而已 预备再练七七 待一辈子了 既然你们还有雄心壮志 那我就告诉你们一些 擂台赛的厉害之处 免得你们死得不明不白 首先 报名参赛的人 五行基础功法 必须逮过第七层境界 这也是服用筑记单 最起码的要求 其次 报名之人年龄 要在四十以下 不要想蒙混过关 因为大会负责报名的人 会用观骨术 查看每个报名人的真实年纪 只要符合以上两个条件 就都可以去报名参赛 但也因此 让这类台赛 变得更加的惨烈 你们觉得泰南谷 现在这么多人正常吗 这里面大部分人 其实都是冲着生鲜会来的 要知道 我们泰南会 原本只是兰州 本地年轻休闲者的交易会 往年这会召开时 总共只有数百人而已 而如今你们看看 这谷内 少说也已经聚集上千余人了 而到了最后的几日 更远地方的人 才会陆续到来 到那时 才是这泰南会交易的最高峰 这些人 之所以会来我们泰南谷 参加泰南会 一方面 是想逃换些所需的物品 另一方面 又何尝不是想趁此机会 先观察一下 在生鲜会上 即将遭遇的对手 做到知己知彼 照胡夫人所说 在谷内 我见到的那些功法 达到了十层的高手 也是来参加生鲜会的了 那这还比什么 其他层次低的人上去 不是找死吗 这可不一定 谁说层次高的人 就一定能赢层次低的 要是法力弱些的人 使用了一些大威力的法符 或随身携带 某些厉害的法器 那照样能把那些 法力高的人 打得满地找牙 不错 黑金兄弟说得很有道理 像我等修仙之人的争斗 法力深些浅些 那并不是最主要的 最重要的 还是看所掌握的 法术威力大小 和使用者 对他们是否能灵活运用 以及 所能借助的 随身器物的威力 黑金兄和庆文道长的话 的确是说到点子上了 否则这生仙大会 根本不用召开 只要所有参加的人往那一站 笔下谁的法力深厚些 就可以了 厉害 法器 大威力服录 因为参加擂台下的人太多 所以生仙会 同时会摆下七座擂台 代表越国七大先派 谁想成为哪派的弟子 就可以上哪座擂台 进行比试 擂台选拔 采用的是两两圣进士 两人比试 圣者可进入下轮 败者立即淘汰 就这样一直下去 直到经过全场通告 再也没人参加 这擂台比试为止 然后就开始下一轮 圣者间的比试 如此往复循环 最后剩下的十名圣者 就是此先派的 新入门弟子 他们可以不用参见门内 同样激烈万分的竞争 就可获得服用 铸鸡蛋的资格 可谓一步登天 生仙大会擂台比试的流程 说起来就是这样的 不过别看我说得简单 可实际台上 那种惨烈景象 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 我记得上次的擂台战中 光死去的十层修仙者 就有十几个 甚至还有一对 十一层的大高手 也撞到了一起 结果双双同归于尽 至于九层和八层的修仙者 死在擂台上的 就更多了 听说不下上百人 毕竟到了最后几回合的人 没有哪个会轻易放弃 到手的成龙之路 死伤的 就更厉害了 基础功法练到第十一层的 还要上台比试吗 我听人说过 修仙派不是自动收录 这样资质过人的奇才吗 那两人何必要上台拼命 这时 一个女声突然响起 竟是那沉默寡言的少女 红莲散人 胡平姑闻言笑了起来 红莲妹子的疑问 当年我也曾百思不解 其实那两人都是修仙家族的人 他们的十一层境界 恐怕是花了不少的丹药 硬提升上去的 秦文道士摇摇头 似乎对这二人的做法 不以为然 用丹药提升境界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他们还是可以拜进修仙门的 吴兄弟忘了一件事啊 能在四十岁前 练成十一层功法的人 对我们来说 也许是奇才不假 但在那些传承了 无数年的大门派眼里 这些人也只是资质普通 刚达到他们入派要求的 后辈弟子而已 就是他们家族的人觉得 他们这样的人 勉强进入修仙派 也没什么前途 根本没希望在众多 比他们资质更好的弟子中 夺得服用助纪丹的资格 这才干脆把他们留下 令下专门培养 一直潜伏数十年 就只是为了在这生仙会上 一名惊人 直接夺得服用助纪丹的资格 这也可算是另走捷径啊 只是他们家族也没想到 竟然凑巧让两个抱有 同样打算的人碰到了一起 结果还同归于尽了 否则肯定会被他们 如愿以偿的 唉 我说最近的生仙大会 怎么越来越激烈了 十层十一层 往日听都没听过的高人 一个接一个的 全都出现了 少女和吴九指也默然无语 简然 这份情报 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想想看 一边是修仙家族精心培养 和全副武装的大高手 听一边 是我们这些缺钱少物的散修之人 你们觉得我们散修 能有几人能夺累成功呢 照这样说 先前那些修仙派 通过生仙大会 得到助击弟子 这种乐不可知的事 也是假的了 是在打肿脸充胖子 韩兄弟说得没错 世上哪真有三权其美的好事 能两权其美就不错了 难道我们散修 就真不如修仙家族弟子吗 即使他们那些修仙派 挑剩下的人 也比我们普通散修强这么多 虽然不想承认 但我们散修中 出现高手的几率 的确远比对方低得多 更何况我们单独个人 在人力和物力上 更不能和人家一族相比 在外部条件上 就比对方差得远了 我也听朋友说过 即使我们散修 有侥幸成为先派弟子的 在服用助击单后 能助击成功的 也少之又少 好了 大家不要垂头丧气了 我们都还年轻 这次不行 还有十年后的下次 说不定那先派入门弟子的身份 正在未来等着大家呢 现在咱们还是说说 会后结伴而行的事吧 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到时和大家一起走就是了 听到这修仙界 这么多厉害的家伙后 我还真有些不敢单独上路了 吴九旨还是有些无精打采 清闻倒是无可奈何的摇摇头 又看向了红脸散人 我也继续和几位一起 好 韩兄是不是也打算好了 韩丽听闻此话 却犹豫起来 按理说 像我这样的新人 继续跟着这个小团体 应是最佳的选择 但我心里却不知怎么 总觉得有不妥的地方 似乎真的要这么做的话 肯定会后悔的 在下还是等交易会结束后 再做决定 现在不急 韩丽的这句话 显然出乎了其他人的意料 让清闻等人有些恶然 韩兄有什么好犹豫的 我们散修在一块儿 才能不被人欺负 更何况 对兄台能识破在下的偷技 小丽大有兴趣 还想在以后的日子里 再多切磋一下 韩丽听了吴九指的言语 并未动气 只是笑而不语 韩兄并未说 肯定不和我们一起上路 只是说要想一下 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是啊 清闻道长的话 正说到在下心里去了 在下的确有些难言的苦衷 所以才要更慎重一些 这样啊 那算我多事了 清闻道士无奈地笑了笑 用一种兄长包容完地的神情 暗自冲韩丽抱以歉意 韩丽自然不会把此事放在心上 不过 既然此事也已解决 众人就都纷纷起身 告辞回去了 韩丽也在二楼找了间空房子 安歇了下来 到了第二日 除了和尚和韩丽外 其他人都走出阁楼 一起结伴出摊去了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